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卫生福利部屏东医院妇产科 陈维林医师 女性朋友们的月经 其实背后有很复杂的荷尔蒙系统在调控着 多囊性卵巢的症状 大部分都和荷尔蒙失调 造成卵巢无法正常排卵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呢 根据现有的证据 可以推测多囊性卵巢主要是因为 第一先天性基因问题 可能和遗传有关系 第二体内黄体生成素过多 刺激卵巢绿泡细胞分泌过多的雄性激素 进而产生青春痘或是体毛的生长 第三胰岛素阻抗 过量的胰岛素会抑制肝脏的性荷尔蒙结合球蛋白 进而刺激过多的雄性素分泌 造成青春痘和体毛过多 造成肥胖、高血糖、高血脂的风险 多囊性卵巢有三大主要症状 第一月经失调 患者一年中可能只有四到九次的月经 或是每次月经的间隔都超过35天以上 第二雄性激素过量的症状 譬如痘痘过多、体毛过多 第三卵巢结构异常 在超音波底下可以发现单侧的卵巢超过10颗以上的绿泡 若在这三大主要症状中有其中两种症状 那就有可能是多囊性卵巢的患者了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不是立即要送医处理的急症 但是如果在治疗或是生活习惯上不加以控制的话 不只会引发上述主要症状 还可能会产生以下的并发症 第一肥胖、高血脂、第二型糖尿病 不孕、心情忧郁焦虑或子宫内膜癌 在这里提醒女性朋友们 若是您有月经失调、青春痘变多、体毛变多的状况 等疑似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症状 请向您的妇产科医师咨询 寻求适当治疗 卫生福利部屏东医院关心您的健康